胜巴体坛 森子皮 一针接近看道理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猪聊球 今天胖猪哥哥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足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足也是抵达了日本的先台 那么今天在完成了最后一堂场地训练之后 球队即将在21号就要迎来奥运会的首秀了 而且我们的奥运会的首秀 我们知道首个对手就是非常难缠的对手 是巴西女足 那么这个对手对于中国女足来说 我们必须要争取在他们身上拿到分数 才有机会能够抢占到一个小组出现的先机 因为在我们这个小组内 其实巴西女足最不是实力最强的一支球队 我们小组内还有一个世界排名第五的荷兰女足 因此我们想在荷兰女足身上拿分其实是非常难的 因为这支荷兰女足是公认的这一次 东京奥运会上的女足项目的夺金热门 是欧洲之王的这么一个称号的一支球队 而且他们现代足球的战术的一个打法确实非常的成熟 这支荷兰女足确实是中国女足短时间之内 无法去赶超的 因此我们需要多想一些办法 在奥运会的节目战中 我们要争取在巴西女足身上我们要拿到分数 如果说咱们做一个假设 在巴西女足身上我们拿到三分的话 那么意味着中国女足我们将有机会 争取到这个小组赛的第二名的位置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巴西女足身上拿到一分的话 我们同样也有机会在三个小组的第三中 能够排在前两位 那么以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 也同样能够完成小组出现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巴西女足身上拿不到分 我们同样还要输给荷兰女足 我们跟赞比亚女足的话 我们即使是拿到了三分 那么最终我们在小组出现的形式上 也是非常不容量观的 那么对于中国女足来说 我们肯定也希望能够跟这个巴西女足的较量中 能够消到最后 毕竟呢 我们在过去的25年的时间内 我们已经都没有击败过一个这个对手了 对吧 我们上一次击败巴西女足 也是唯一的一次击败她们 还要追溯到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那么那一届奥运会呢 当时中国女足和巴西女足是在奥运会的半决赛相遇了 当时啊 中国女足是3比2击败了巴西女足 而挺进了最后的奥运会的决赛 而从那一届奥运会之后呢 中国女足战巴西女足就再无胜计了 那么可以说对于中国女足来说 这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 那么我们能否在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 去实现这样一个逆袭 去打破这样一个不胜的记录和怪圈呢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贾秀全 她如何能够充分的把中国女足我们的技术特点 来充分的扬长臂短 同时呢 针对对手的一些软肋来进行针对性的打击 那么说到巴西女足这支球队 她真正的软肋是什么 毫无疑问就是这支球队 她的年龄框架偏大 她的整体的体能储备不足 这都是这支球队最治病的一些弱点 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而且呢 这支巴西女足我们看一下她的大名单里边 甚至有连续7届奥运会都参加了的 43岁的老将福尔米加 包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35岁的中场核心 马塔 这都是他们球队的一些主力球员 但是这些球员她们整体的年龄比较大了 而且呢 这些球员整个上半场可能她的体能还能够支撑一下 打到下半场很有可能会成为球队脱后腿的球员 因此呢 中国女足我们一定要抓好这种时机 是吧 在下半场来一个后发之人 那么整个上半场 其实我们必须要认清楚 在跟巴西女足的较量中 肯定是我们是占据绝对下风 而巴西女足是占据着更多的主导权的 那么所以说整个上半场比赛 我们必须要确保一件事 那就是不管怎么样 无论如何不能丢球 对吧 这是上半场甲育权必须要想尽办法 是吧 不管你摆大巴也好 是吧 摆天桶阵也好 我必须要确保上半场 我就是死守不能丢球 只要确保了中国女足 我上半场不丢球 跟对手打消耗战 消磨对手的进攻意志 让对手整体的心气 是吧 打散了 让对手的体能消耗的差不多了 等到下半场 我再可以派出替补骑兵 王双 我要妙用王双 而不是蛮干 那么这场比赛 甲育权只要是 能够去妙用王双 能够把王双这个点 他的作用 在下半场的作用 发挥到极致的话 我上半场主动的选藏他 那么中国女足 就真正的具备的去击败 去暴冷击败 这个巴西女足的机会 对吧 王双这个点 他的个人能力 是中国女足 对内目前公认最突出的 如果说这个点 下半场比赛 他批挂出战的话 体能是可以支撑他 最大限度的 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同时呢 面对着巴西女足的体能下滑 心态也比较急躁 久攻不下 那么届时呢 中国女足就可以给对手 一个致命的一击 那么届时中国女足 我们在下半场 就将会有机会 能够抓着对手的一些软肋 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打击 就看到了一个 暴冷英雄的希望了 所以说这场比赛 我们也是充分的 期待中国女足 能够带给广大球迷 一个新的惊喜 更期待着甲育权 能够用他的妙招 来制斗巴西女足 那么同样 这场比赛 将会在北京时间的 21号下午16点 CCTV5一样是体育频道 进行现场直播 我们也是 共同的期待这场 巅峰对决的到来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天球 就先聊到这 喜欢胖州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二天的闭京 聊聊 胖州